這個題目 首先我們會畫個圓對不對 下個圓的指令 抱歉 下個圓的指令 平面中正一點一點 是不是60 再來呢你會看到 他這邊標60跟90 是不是同一個點 代表他們是同圓心 所以呢我可以按一個空白鍵 是不是重複上一個動作 可是呢第一時間是找不到中心點 我要很刻意的去摸一下 原來底下 對不對 好90 然後呢我可以拉一條直線 從圓心連到他的四分點 因為我等一下 還要再畫一條線 我就可以把中間這一段找出來了 對不對 好我打算要這樣子做 所以呢我要再畫一條線 這條線的長度角度 要怎麼設定 是不是應該是小老鼠 長度多少 蛤 是不是應該是90 小於幾度 應該是140 或者是小老鼠 負90 小於負40 對不對 好這樣子做是對的 好這樣做一定對喔 小老鼠90 小於140 或者是小老鼠 負90 小於負40 這樣做一定對 好但是我們現在換另外一個 如果長度不知道 我們在上一堂課長度不知道 我說假設是多少 是不是假設是100 好現在我們再換另外一種 如果你將來畫圖 你發現長度你不確定的話 你不用給長度 你直接打一個小於140 或者是打一個小於440 都可以 好如果你長度不確定的話 好這個 這題是確定的 我說如果有一些題目 你假設長度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小於140 或打一個小於-40 Enter以後 你就會發現 你的滑鼠 你去動一下 你的滑鼠被鎖在 140度的角度上 你只能動長度了 角度你動不了了 有沒有 好然後呢 就看看你要多長 點一下 然後呢 對他做個修剪 是不是這塊我們可以剪出來 有了以後 這個圓弧 我們會用 弧裡面的 起點 終點 半徑 好逆時針 起點 終點 半徑 是負的 35 嗎 欸 我可以做出 我要的東西 OK 好 試一下